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提议 将设立全新的指导方针 来更好地监管那些专门从事追踪和销售消费者资讯的公司 而新指南的背后动机是 要保护大量美国人 免受数据泄漏 犯罪行为甚至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 此外 新规定还可能扩大实施现行法规 来限制更多企业 不能出售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者资讯 例如消费者的收入和付款历史 当然也会有例外情况 来避免个人资讯被不当使用 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隐私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不是政府唯一一次 加强对网络数据行业的监管行动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22年 就已经针对企业如何收集和使用消费者数据 提出新规定 因此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2023年新指南 则可以视为政府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决心 且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透过加强保护美国人的个资安全 将可建立起一个更健康 更安全的网络环境 并让人更放心地进行线上活动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 当年养联系统环境 放在我们都是交贸心里的 决定时间 在我的重点下 更好的 视频 邻人